大家好,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击订阅,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在一同骚操作之后,白宫开始主动给自己找台阶下。 2月14日,《华盛顿邮报》援引多位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指出,在大西洋上空被击落的中国气球可能是意外飞入美国空域。 报道坦诚,从现在来看,因击落气球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可能至少部分是因错误导致的。 根据美方官员的说法,中国气球是从南海岛起飞的,直到它飞入美国空域的这段时间,美军方和情报部门已经监视了近一周时间。 几位美国官员透露,起初美方监控人员预判气球会向东飞行掠过关岛。 但过程中,气球意外转向了北方,气球飞越了距离关岛数千英里的阿流深群岛。 之后在加拿大上空徘徊,后来强风把气球向南推入了美国大陆。 华盛顿邮报的计算机模拟表明,在气流影响下,气球向东经过菲律宾和中国台湾之间的空域。 当气球达到了日本以南约1000英里外,它开始加速转向北方,这可能是一股强冷风造成的。 报道称,根据历史气象数据,通常情况下,气球会随着大气运动从西向东移动,但忽如其来的冷风确实可能会改变气球的路径。 华盛顿邮报报道认为,如今新的说法表明,油气球事件导致了中美关系紧张,可能是至少部分是错误造成的。 更讽刺的是,白宫并无证据表明被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在收集情报。 2月14日,据英国卫报报道,白宫官员当天表示,近日被美国军机击落的三个不明飞行物没有迹象显示它们与中国有关, 而且它们很有可能并非是恶意用途,而是被用于商业或研究活动。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二下午告诉记者,美国方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将这三个飞行物与中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情报收集活动联系起来。 他说,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这三个物体是间谍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能正视它们参与了某种来自境外的情报收集工作。 科比表示,相反,最有可能解释是,这些飞行物是出于商业或者研究目的。 由私人企业放飞的,尽管仍没有哪一方站出来承认飞行物是它们所有。 但他又找不称,官员们还没能找到并收集这三个物体被击落后的碎片,如果找到并分析了碎片,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截至目前为止,美加两国并没有就该物体的来源和功能做更详细的说明,这样这样的态度也引起了舆论热议, 针对美加做法,美媒认为这种政治行为艺术是非常拙劣的。 虽说,两国多次强调没有造成军事威胁,但结果都是果断击落。 知情人士分析称,对于两国来说更加在意击落这个结果,至于它来自哪国,有没有影响都没有那么重要。 对一贯喜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来糊弄国会的政客,争取更多经费的美国军方来说, 这么好的渲染,中国威胁论机会居然白白放弃了。 毫无疑问,这并非美军方已经立地成佛,而是中方就气球事件所做出来的强势反应,让他们占不到便宜。 对此,美国前国防副部长傅立明挖苦称, 美国在处理气球事件的做法有点蠢,揭露美国临近计划的斯洛登,从中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他指出,美国炒作气球事件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北溪管道被破坏的注意力。 要知道,为了让美国民众能更加关注气球事件, 北美空防司令部司令范赫克又开始炒作,外星人问题。 范赫克指出,五角大楼的无法确认美军在之后行动中击落的三个飞行物到底是什么, 也不知道他们如何保持飞行,究竟来自何处。 范赫克表示,他不能排除这三个不明飞行物是外星人的可能性, 他将会把这个问题交给美国FBI和美国军方的相关部门继续调查。 除了范赫克之外,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也加入到了炒作的队伍之中。 有官员表示,F-16战机击落的那个飞行物有着八角形的外形, 它上面有着一些绳索和天线。 另一位匿名官员曝光称,美军F-22隐身战机在加拿大领土上空击落的不明飞物 是一个小型带有金属的气球,五角大楼正在对它进行进一步研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政府之所以要把这些飞行器说得这么玄乎, 就是为了吸引美国民众的注意力。 美国官员清楚地知道,外星人永远是美国民众关心的话题。 对于这一点,斯诺登看得很清楚, 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也希望这些气球是外国人,但显然他们不是。 但是,美国政府正在一如既往地制造恐慌, 来确保记者不会关注政府预算案或北溪管道爆炸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前几日, 美国资深记者赫什曾发布了一份爆炸性的调查报告, 称美国政府正式破坏北溪天然气管道的元凶, 拜登、布林肯、沙利文、纽南等官员做了这项决策。 美国中情局CAA制定出了详细计划。 赫什表示,在北溪事件爆发前, 北国海军曾在波罗的海地区展开了军事演习, 这为美国的潜水人员提供了掩护。 美国潜水人员潜入到铺设由北溪管道的海底, 并在此处安放了爆炸装置。 国外交部则多次驳斥美方频繁炒作。 温文斌13日表示,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至于你提到的其他所谓不明飞行物的情况, 我并不了解, 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 美方频频发射先进导弹来击落不明的飞行物, 这是用力过猛的过度反应。 温文斌表示, 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内的很多人都在质疑, 这种做法除了耗费美国纳税人的金钱之外, 又能给美国和美国人民带来什么实际生意?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 事实上美国才是全球最大的监控侦查国家,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间谍网络。 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的对象, 包括德国、法国、挪威、瑞典、荷兰等欧洲多国 正要的短信通话内容。 美国在其近100个驻外室领馆内暗自安装监听设备, 对驻在国进行窃密。 就在不久前, 纳米比亚海域发现了一艘用于收集水下信息的美国无人艇, 当地媒体曾普遍认为, 这艘无人艇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间谍船。 美国在世界上放飞了多少间谍侦测飞艇气球, 美方自己心里很清楚, 实际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监听帝国, 国际社会也看得十分清楚。